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red 就是已读 这个地方指的是已读 因为这里跟这个传讯简讯有关系 好 然后副标题是the negative side negative就是负面的side那一面 负面那一面 of text messaging 就是传讯息 所以传简讯传讯息的负面就是left on red 就是你留在那个读过了 其实讲的就是已读不回了 所以我们中文标题是科技带来焦虑 被已读不回怎么办 好 那因为是这个文艺显专 所以我们先看看他给我们的字 我们看a选项这个字呢 exact 通常是形容词 确切的 correct in every detail 或者是strictly accurate 叫做exact 形容词 b wait 它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 通常是用动词就是等待 那如果是名词的话呢 wait的意思就是the act of waiting 就是等待了这样的一个行动一个行为 或者是the time spent waiting 你花在等待上的时间也可以叫做wait 所以它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 c delay这个字也是 它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 通常我们看到是名词比较常见 但它也可以当动词来用 就是延迟的意思 to postpone until a later time postpone就是p-o-s-t-p-o-n-e 或者是你要高干一点的 这个高级一点的同意词呢 叫defer d-e-f-e-r 那其实也就是to put off to a later time 叫做delay 好 我们看第四个选项 de added 这是形容词 added的意思呢 当然它可以表示加上去的东西 就是加上去的叫做added 当然它也有可能是动词过去是added 那如果是形容词的话呢 就是只加上去的东西 或者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更多的某一种特质 having more of a particular quality 那个叫做added having more of a particular quality 或者当然就是加这个动作的过去是 也是added 好 我们看e这个字 wise 当然就是形容词有智慧的 f这个是occupied 我们就可以写ved 它是占据的意思 当然其实occupied这个字呢 在高中阶段 它最重要的一个用法 就是be occupied with something 就是忙着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字 你可以联想这些东西 你如果考试的时候没时间写下来 最少你脑袋可以联想一下 因为说不定大家考试出来 题目出来就是这个用法 我们再看g这个字 norm 名词 常态 或者是规范 h这个是offended v-e-d 冒犯的意思 所以冒犯就是 to cause displeasure anger or wounded feelings in someone 那个wounded 就是受伤的 就w-o-u-n-d-e-d 好 所以它是冒犯的意思 i这个字呢 communication 沟通或者通信 注冒起来 名词 把它注决一下 名词 那j overcome 动词 克服的意思 好 那看完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我们的文章 第一句 它说 Our world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nvenient thanks to improved technology 我们的世界呢 变得正在变得 还没有完 持续变得越来越方便 越来越便利 more and more convenient thanks to 就是多亏了 on account of 或者是because of 多亏了 improved technology improved 就是已经改善的 已经进步的科技 所以败科技之四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的 英文就可以讲 像这个地方 这样子说 Our world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nvenient thanks to improved technology 好 下一句 它说 However Along with this blank convenience New technology has brought new problems 但是呢 Along with 就是together with 随着 随着这个 this怎么样的convenience 好 那我们看到this 是个指示词 convenience 是个名词 所以 第一个空格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我们来找一个 什么样的形容词 可以来修饰这个convenience 那我们这样看一下 你会发现 可以当形容词用的字呢 包括 我们刚刚讲的 added wise 这两个字 最常用形容词 那这两个字间呢 当然 added 很合适 因为added 表示更多的 所以 随着更多的便利 我们会得到什么东西呢 就是 跟这个更多的便利 一起来的 结果 就是后面这个 主要指示讲的 new technology has brought new problems 就是 这个随着 是跟这个brought来的 等于说 新的科技 它可以带给我们 更多的便利 但是随着这更多的便利 新的科技 也带来了new problems 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我们再看下一句 他说 this is true both at work and in social communication 事情 这是真的 就是真的是这样子 那在两方面都是如此 一方面是at work 然后在工作上面是如此 新的科技 让我们越来越方便 可是也有一些新的问题 好 那另外呢 in social什么方面 也是如此 那首先各位注意 这个介细词 at work 然后后面呢 in social什么东西 这介细词不一样 你要记得重复 所以在工作 还有在社交的什么上面 都是这样 就是因为新科技 很方便 但是也有新问题呢 那显然 social是形容词 第二个空格 我们要填的是个名词 那在名词里面 我们来找 我们刚刚的wait 有可能是名词 可能放在这里不对 那另外呢 norm是常态规范 放在这里也不对 那另外一个名词 就是communication 这个就通了 social communication 就是社交的通讯 或者社交的沟通 所以第二个空格 我们就写communication 好 所以this is true both at work and in social communication 然后呢 这个句子还没完 后面一个逗点 他说particularly 尤其是with regard to text messaging 那这个更让我们确定 我们刚刚选 social communication 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text messaging 就是social communication 的一部分 好 那我们看到他说 particularly 尤其是with regard to 就是with respect to 就是in reference to 或者是你也可以说 in regard to 那那个regard 有时候还可以加s 那总之 他们的意思就是 跟什么有关 在某一方面 所以他这里就是说 这个新科技 带来新便利 但是也带来新问题 尤其是 跟什么有关的时候 更是如此呢 尤其是with regard to text messaging 就是文字讯息 你要传文字讯息的时候 更是如此 很方便 但是也会有新的问题 那他慢慢告诉我们 他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再看下一句 他说 sending friends written messages quickly and efficiently rather than calling them on the phone has become the blank 好 所以这主词很长 一直从sending开始 一直到那个 calling them on the phone 都是我们的主词 是一个动名字片语 好 所以sending 就是传送 friends 给朋友 所以这friends 是间接受词 那传给朋友 什么东西呢 直接受词 是written messages 好 所以sending friends written messages 把这个written messages 写下来的讯息 传给朋友 这样子一件事情 不但是传 而且可以quickly 可以很快的传 写完 一键按下去 就传出去的 而且非常efficiently 很有效率的 就是这个不用等 来这个写信啊 打电话 看他在不在啊 等等的 你传过去 马上就非常有效率了 不过这里我个人是觉得 有的时候啊 这个用简讯聊天 不如用电话讲 比较快啊 用简讯还要打字啊 就算你打字再快 也没有讲话快嘛 啊 我常常这样觉得 有时候就是 有些看到 以前看到有的时候 这个呃 有人在办事什么 我觉得你打 你用传简讯 传半天 你不如打电话 电话拿起来 讲两天下就完了嘛 啊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越来越多人 不敢讲电话啊 那当然这是别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就先不用谈 但在这里呢 的确是有可能可以 quickly 绝对没问题 efficiently 在某些情况下 当然你传简讯 也是比较有效率 尤其是你如果一件事情 同时要告诉很多人的话 那当然用传简讯 是比较快的 好 然后呢 rather than calling them on the phone call someone on the phone 就是打电话给他们 所以这整件事情就是 你用简讯 可以很快 很有效率的 传出去一些 written messages 尤其是一下子 要告诉很多人的时候 而不要怎么样 打电话 那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也就是说 大家现在都不打电话 都传简讯了 这件事情 has become the 什么 它已经成为 the是个定罐词 后面空格之后 没有任何的字 所以这个the 后面应该就是个名词 偶尔可能会出现形容词 例如说 the rich 那其实它后面 神的一个people 那就表示有钱人 所以我们先找名词 become the 什么 那事实上 从这个句子 如果说 你脑袋有这个声音 something has become the norm 就是常态 那你读到这个句子 读到这里 你可能很自然就会想到 大概是norm 这个字 has become the norm 就是它已经成为常态 它不是例外 它是常态 那如果你不知道 这个声音的话 你一样可以从 这个空格 应该是名词 这个线索 找到我们要的字 因为norm 就是一个常态 一个规范 所以has become the norm 这个是正确答案 好 所以大家怎么样 常态都是用传的 用传简讯的 而不打电话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它说 with this speed and ease has also come the expectation that one deserves rapid responses with is随着 随着这个speed 这个速度 还有ease 这个简单 容易 其实上一句讲到 quickly and efficiently 所以quickly就是speed 然后efficiently就是ease 所以随着这个速度 很快的可以传出去 随着这个很有效率 很简单 很容易 随着这两样东西呢 has also come 这个是导装句 这个句子 原来的主词是 the expectation 这个是主词 然后呢 这个has come with this speed and ease 但这里他先把这个 with this speed and ease 提到句子前面 跟上一句 有比较好的联系 而且这样子的话 the expectation 后面就可以加字 来修饰它 这样这个句子 就不会出现 头重脚轻的问题 好 所以with this speed and ease has also come the expectation that 就是随着 这个速度 随着这个便利 我们也开始 有一种预期 这个预期就是怎么样 one deserves rapid responses 就是我们值得 我们应该要得到 rapid 快速的 response 回应 因为很方便 我马上 我这么方便 这么快地传给你 你不是应该很快回我吗 简单的说 就是这种心态 所以有速度 又变得很容易 我们就有了一个预期 这个预期就是 我 one当然是任何人 deserves 就是应得的 这是我应得的 rapid 就是快速的 swift s-w-i-f-t 或者是speedy s-p-e-e-d-y 好 我应该得到的就是很快的回应 response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他说 when this fails to happen anxiety frustration depression or other negative emotions can result when this this就是rapid response 当迅速得到回应 fails to happen fails to 就是未能 happen 发生 也就是迅速的回应 没有发生 也就是对方没有很快 回应你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anxiety 就是焦虑 frustration 沮丧 depression 消沉 心情不好 忧郁 或者是其他的 negative emotions 其他的负面情绪呢 can result 可能就会发生 result 在这也是不急无动词 就是to happen as a consequence to be the outcome 结果就是这样 就是你会有一些负面情绪 好 我们看下一段 他说 it's easy to worry about the negative reasons why someone you sent a message to hasn't replied yet it's easy to worry about 你要担心 你会担心 这是很容易的 你很容易就会觉得很担心 担心什么呢 the negative reasons 一些负面的理由 why 为什么 someone you sent a message to 这里someone后面省略了一个whom someone whom you sent a message to 某个人 这个人怎么样 whom you sent a message to 你传了一个讯息给他 所以一个你传了讯息给他的人 他为什么hasn't replied yet 为什么还没回呢 所以你传讯息给别人 别人没有马上回 或者还没有回 你就会想到一些 会不会有什么 你会担心 会不会是有什么负面的理由 他为什么不回呢 他很容易就会有这种想法 就觉得说 糟糕 是不是有什么负面的理由 他不回我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他说 you may wonder if you somehow blank the person or said something inappropriate you may wonder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wonder就觉得奇怪 你想知道 if就是是否 你想奇怪 是不是 you somehow 就是不知怎么的 in some way not known 或者是 这个in some way not specified 不知道怎么讲的 没有讲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你是不是不知不觉的 不知怎么的 你怎么样的 the person 那各位注意到 you是主词 somehow是副词 然后呢 空格后面 the person是名词 所以第四个空格 我们要填的应该是个动词 就是主词you 所做的一件事情 他的售词是the person 好 那有了这个线索之后呢 你应该可以很快找到 因为你是负面的想法 负面的理由嘛 那你当然想到 是不是我冒犯他了 所以h 我们选offended 你是不是冒犯了这个人 或者是你说了 said something inappropriate 说了一些不适当的话 inappropriate 就是unsuitable improper not fitting fitting 就是f-i-t-t-i-n-g improper i-m-p-r-o-p-e-r unsuitable u-n-s-u-i-t-a-b-l-e 所以你就 是不是我得罪他来讲了什么 说错什么话 他不回了 好我们再看下一句 他说 in addition technology that informs you whether someone has read your message can make the blank filled with even more tension and anxiousness 好 所以呢 这个句子 in addition 词外 然后呢 technology 就是一些科技 那科技后面一个关系代名词 去修饰它 technology that informs you whether someone has read your message 就是这个科技是怎么样 这科技它会告知你 that 这个是主格的关系代名词 所以不能省略 这个科技怎么样呢 informs you 它告知你 这个you 就是indirect object 它是间接受词 那直接受词 它告诉你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whether someone has read your message 某人是否已经读了你的讯息 所以有些科技它会告诉你 这个讯息是不是已读 那这样的科技怎么样呢 can 它可以make 使得的什么东西 filled with 好 filled with是充满 所以这里的这个句型是make 后面加一个受词 然后呢 再加一个受词补语 那受词补语 就是filled with 好 所以呢 make后面显然需要一个受词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make后面已经有一个the了 所以空格前面有一个the 这个空格八成就是个名词 除非这个空格的后面有个名词 那这个时候 这个空格有可能是形容词 但在这里我们看到 这个the空格后面是filled with 所以the后面这一定是个名词 好 那名词是什么名词呢 我们找了一下 发现刚刚有一个是wait 等待 这个字可以是动词 但在这里可以是名词 它使得你的等待 filled with 充满了even more 更多的tension 紧张 还有anxiousness anxiousness就是焦虑 焦虑的状态 或者焦虑的感觉 它会让你更紧张 更焦虑 好 所以这个句子我们要选的 很清楚 就是wait 那inform这个字也要注意 inform somebody something 这inform就是 to give information to someone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它说 the read receipts are common on social media apps such as facebook messenger line and snapchat 所以read receipts read就是以读 receipt就是收据 那在这里是指通知 receipt通常是 a written acknowledgement that something has been received 就是我收到了 我给你一个书面的告知 这已经收到 所以我们讲收据 好 那在这里 read receipts 就是已读的通知 那是很常见的 在哪里呢 在social media apps 就是社区媒体的应用程式 例如说 这个facebook上面的messenger 或者line 或者snapchat 都很常见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它说 sometimes they even tell you the什么time the person opened your message 有的时候 它甚至会告诉你 the是贯词 time是名词 所以中间夹的那个空格 一定是个形容词 那我们可以找到 exact time 它会告诉你 确切的时间 这个时间怎么样 when the person opened your message 它什么时候打开你的讯息 它会跟你讲什么时候 有的软体会跟你讲什么时候 好 我们再看最后一段 它说what is the best way to blank this anxiety connected to text messaging 好 anxiety就是焦虑 是名词 然后呢 the best way to do something 所以to后面是个动词 所以很明显 第七个位 第七个空格 我们要填的是动词 动词的受词是 this anxiety 那焦虑 焦虑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可以找到 overcome 我们要克服这个焦虑 所以要克服这个焦虑 什么是最好的办法呢 那这个焦虑 后面再修饰一下 这个焦虑是 that is connected to text messaging 好 所以跟这个 传文字讯息 有关的这种焦虑 我们要克服它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所以第七个空格 我们填 overcome 好 接下来它说 one way is to realize the person may have good reasons for not instantly replying one way to do something 这常常是一个委婉的建议 有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 realize 你要了解 the person 就是对方 收到讯息这个人呢 may have good reasons for something 就他可能有很好的理由 for not instantly replying 他没有立刻回忆 可能有很好的理由 instantly就是 immediately 就是at once 好 下一句 他说 the individual might be blank with something urgent at the time for example the individual 就这个人 might be 他有可能怎么样 be blank with 那后面是 something urgent 紧急的事情 urgent 就是很紧急的 pressing p-r-e-s-s-i-n-g 你必须要 立刻采取行动 或者立刻要去 关注的 那就urgent 所以可能 他是怎么样 一些很紧急的事情 at the time 就是当时 就是你传简讯 给他的时候 他读到你的简讯 这个时候 叫做at the time 那for example 就是放在句尾 意思跟放在句首 差不多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填什么呢 他可能怎么样 在忙一些紧急的事情 所以在忙 我们刚刚讲到 有一个字occupied 刚刚就讲到 他常常就讲 用在be occupied with 放在这里正好 所以第八个空格 我们填的是occupied the individual might be occupied with something urgent at the time 好 下一句 他说 in addition people could perhaps be afraid of reading your message for some reason which will cause them to blank looking at the text for a while 此外 in addition 人们 could 有可能 perhaps 也许 他有可能 could be afraid of 他们可能会怕 reading your message 读你的讯息 for some reason 就是因为某种理由 也许 这个男女朋友吵架了 那这个 很生气的那边 传简讯 这个另外一边 可能就会怕 开那个简讯 可能一开那简讯 就被臭骂一顿 等等的各种理由 或者是他在躲工作 会什么的 或者催稿 打开来对方就催稿 那还是不要开 所以对方有可能 会怕读你的讯息 那这样的状况 which就是 他for some reason 他怕读你的讯息 这样的一个状况 will cause them to 会让他们如何 所以cause somebody to 后面当然是个动词 那后面looking at 可能是动词的受词 好 所以我们这里要 填什么动词呢 我们看delay 因为它会造成他们 delay looking at the text delay当动词的时候 后面直接加ving 所以他们怕读你的讯息 所以可能会让 让他们会延迟 looking at the text 让他们延迟读你的讯息 for a while 就延迟一会儿 他迟早得读的 但是他可能会延迟一会儿 叫做 delay looking at the text for a while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他说 if you are such a person it would be blank to let others know that you might not be responding to messages promptly if you are such a person 如果你是上述这样的人 it would be怎么样 其实就剩一个字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 would be 后面空格 后面那加to 所以这个第十个空格 一定是个形容词 那我们把剩下的wise 放进去 很合 it would be wise to 就是明智的做法 是这样 叫做 it would be wise to 所以明智的做法 是什么呢 是let others know that 让其他的人知道 you might not be responding to 你可能不会回应 messages promptly 就是immediately with little or no delay 所以 一个明智的做法 就是让对方知道说 你可能没有办法 马上回讯息 对方如果知道 你可能没办法 马上回讯息 他可能就不会这么焦虑 好 我们看最后一句 他说 on the other hand to avoid needlessly causing others anxiety you should make sure not to forget to respond to other people's messages in a timely manner 另外一方面 on the other hand to 为了要avoid 避免 needlessly 没有必要的 causing others anxiety 造成他人的焦虑 那一样 这个others是间接受死 anxiety是直接受死 所以causing others anxiety 你如果直接受死 间接受死 搞得不清楚的话 你把这个声音 直接背起来就可以了 因为很多母语人士 也不知道什么 直接受死 间接受死 但他知道 causing others anxiety 这个是对的 所以你要避免 没有必要的 造成别人焦虑 为了避免 别人没有必要的焦虑 你应该要 make sure not to 你要确保 不要 不要怎样呢 不要forget to respond 不要忘了 回other people's messages 回其他人的讯息 而且不但不要忘了回 而且不要忘了 in a timely manner 来回 in a timely manner 就是及时 通常的意思就是尽早 好 所以这里就是 你不要忘了回 而且是 不要忘了 是最早的要求 最低要求 你还要不要忘了 尽早 及时的 回应别人的讯息 这样子才不会造成 别人不需要的焦虑 好 那这一篇文章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